今天的話我們主要主力就是把那個第一類跟第二類 我看能不能講 如果時間大概今天再講一題兩題大概時間差不多 所以今天的話就是把那個基本的程式設計 包含就是說那個輸入輸出的部分等等的 把它讓熟練 回去請各位第一個還是務必一定要自己再動手做過 我講過了除了要熟練之外還要正確 第二個的話就選擇去數就多重的邏輯判斷 再來的話最後有一點時間我們就來講一下有關第二零六 這一題我鏡像中我們有做過類似的 而且非常簡單 如果我今天成績是A的話那就是80到100 B的話就70到79 60到69C 那不及格就F 不過我們之前是用D啦 我是ABCD所以改一下就好了 不過倒也是還OK啦 輸入正確就得到比如說79都得到B 如果輸入59那得到就F不是D 那程式該如何撰寫其實程式真的不多 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第一個這個輸入A我們從頭 所以input一樣嘛 它輸入的話一定會是一個數字 所以轉型Evil OK 所以這個Evil函數一定要記下來 如果A假如大於等於80 而且A也要是小於 所以其實兩邊可以顛倒 你如果說假設你習慣寫這樣100 寫在這邊 那你可以講小於等於 那如果這邊改成A大於 如果包含80的話 大於等於80 這樣也OK 反正其中你寫左邊寫右邊 反正最後兩個都要為True 它才會執行下面的部分 OK 那就輸出A 那再來的話 再來B 不過另外這個還有另外一個寫法 還記得吧 就是把A放在中間 然後你可以把它Ctrl加寫起 輸入法的關係 那你另外一個寫法 我之前跟各位講過 你可以再寫得更精簡一點 就是這邊可以把A放在中間 然後這邊你就直接 可以假設應該是80在這邊 80 然後你可以它是小於等於 有沒有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再小於等於 再加一個等於 小於等於 然後這邊的話100 寫這樣也OK 上面跟下面 不過我前面講過了 我自己比較習慣還是寫上面的 上面的感覺比較口語化 比較接近我們的思考的方式 而且這個方法雖然OK 但是等於是還是必須要轉一下 其他部分的話當然怎麼樣 我就把這邊在B的部分 我的習慣寫法上 把這個拖拉加Ctrl鍵 加一個EL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再來就是79 那這邊的話就是70 那就是B 所以也許就大概有點像填空體 把它改一下 大於 應該是 大於等於70來對 這樣應該沒錯 OK 其他的話就是再把 這個C的部分再完成 這個部分60 剩下來的話就L 所以這邊把它改一下 剩下來的話就是 再加一個L 然後剩下除此之外的話 那我們就print了什麼 print了一個F OK 那這個答案就大功告成 所以這一題其實基本上 並不會說太複雜 OK 那請各位試著把這一題 206把換一下還給各位試一下